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言 预言就是一会儿这样发生的事情 一般人洗牌的时候会这样洗 有的人也会这样切一下 但今天我会采取一种非常特别的洗牌的方式 我大概拿一半左右的牌 然后把这一半反过来 然后请你帮我直接把它混在一起 随便混就可以了 帮我把它整理起来 现在这种状态下最后牌不仅顺序乱了 而且正反也是完全乱掉的状态 对错吗 我们看一下 顺序和正反全都乱掉了 但其实这种状态还不是最乱的 我们继续再把它打乱 然后你从这一份牌里随便拿多少张起来都可以 然后从这里反过来 然后再把它推在一起 和这份推在一起 然后从这里面再随便拿一份起来 然后从这反过来 然后和这一份再混在一起 这样的话 这副牌现在已经是乱的 不能再乱了 没错吧 而且这个过程是由你来打乱的 你觉得我有没有可能预测到 这副牌现在的状态 完全不可能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预言拿出来 我的第一个预言就是 乱七八糟 没错了 这当然了这是开一个玩笑 真正的预言还在里面 背面向上的有23张 我数一下背面向上的你自己数一下 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3张背面向上的 而且呢 我预感一下 这里边应该是有 10张黑色的和13张红色的 你大概看一下 10张黑色 10张黑色 13张红色 对 确实是 而且 这副黑色的牌呢 我们还有一个预言 接着我来看 黑色的牌 全都是数字牌 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数字牌 对 而且 都是 偶数 不对 对 有一个技术 哪一个 好 别动 最后一个语言 现在 你正拿着 梅花漆 谢谢 谢谢 明镜 Δ 节目 akes 明镜 中国